這是祖福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等我一下 三分鐘該算了嗎 我是第一次來黑客松 所以我完全是個 我甚至不知道 我今天才開了HackMD 所以完全是個麻瓜 然後 為什麼他不出來 好 已經開始了 這個專案 就是因為主要是 今年7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 台灣又有一大批的蜜蜂一直死亡 然後我相信這已經不是很 很大的新聞了因為 大概從2006年開始美國 甚至歐洲都有開始很多的蜜蜂開始死掉 然後稱為蜂群崩壞症候群 然後台灣其實每一年 七八月的時候都會發生一次這樣的 就是大規模死亡的新聞 那就是年復一年 然後政府都說要處理 但是其實都沒有很大的成效 對 這是那個新聞 然後很多其實各國都開始在研究 那其實我覺得蜜蜂會死掉 除了大家熟知的可能是農藥的影響之外 氣候變遷 然後寄生蟲病毒等等都是原因 但唯一唯一人 人最可控制的其實就是 農夫的農藥使用的問題 對 那其實在看這些 我在查這些資料的過程中 最想知道的是 那個基礎資料在哪裡 就是台灣有沒有蜜蜂整體的生存情況的資料 但就是看了 就是台灣所有相關的局處的資料 其實會發現台灣大概只有養蜂的資料 養蜂的香樹和每年出產的蜂蜜 但其實沒有整體的蜜蜂生存情況的資料 所以就覺得可不可以透過公民科技 以公民科學的方式讓大家來自己上傳資料 做蜂蜜的生態監測 那當然它有一些它的難處 等一下可以一起來討論 所以說希望透過建立這個風景區的地圖 然後累積一些讓政府單位知道 可以從何處去著手處理 然後讓蜂農彼此知道 哪個地方是危險的 他如果把蜜蜂放到那個地方 就會讓蜜蜂死掉 然後另外也可以讓一些 就相關的科學家掌握一些基礎資訊去 擬定下一步的研究 然後讓大眾也去知道說 目前我們台灣的食物生產會 因為農藥的食用造成更大的生態損失 那借鏡的就是台灣固有的一些公民科學的資訊 比如說露殺社 然後 然後 就是這也是一個讓民眾舉報上傳 就是 動物屍體的一個網站 但是他們現在的業務量不足以承擔 就是昆蟲 大部分都是大型的被露殺的動物 那另外還有就是 南部也有 就是因為農地的鳥吃到了老鼠藥而死掉的一些 就是公民回報 那這些都是比較是研究單位發起 那另外美國自己也有在做 就是公民團體去調查整個美國的蜜蜂消失的過程 對 所以就希望可以做出一些 對 風濕的地圖 對 然後 OK 這大概是我需要的人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跟我討論 我其實還不清楚整個流程如何 好 謝謝 然後 然後